陪你来读苏东坡 您好,我是依若芬 今天要和你读的是三首苏东坡写他和父亲苏询的故事 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 第一首,写苏东坡12岁的时候 在老家和小朋友挖地玩耍 挖出了一块形状像鱼的石头 父亲苏询把这块石头磕了凹处 让东坡可以用来磨磨 天时夜明并续 世年十二时 于所居沙湖行宅戏地中 与群儿凿地为戏 得一时如鱼 夫温盈作浅碧色 表里皆细银兴 扣之坑然 事已为燕 甚发墨 故无储水处 先君曰 是天燕也 有燕之德 而不足于行耳 应以赐事 曰 是文字之响也 是宝儿用之 且为名曰 以寿其成 而不可更 或主于德 或权于行 君事二者 故于安取 养唇辅足 事故多有 原封二年秋七月 于得罪下狱 家属流离 疏籍散乱 明年至黄州 求焰不复得 以为师之矣 七年七月 周行至当图 发书四 呼父见之 甚喜 以赴带过 旗下虽不公 乃先君守科其寿宴处 而使工人旧臣之者 不可一言 第二首 写苏东坡在 京师做官的时候 梦见回到了老家 梦南轩 原幼八年八月十一日 江朝尚早 贾妹 梦归胡杭宅 便立书谱中 以而坐于南轩 见庄客树人 方运土 塞小池 土中得两 卢浮根 刻喜 时之 于取笔 作一篇文 有数据云 坐于南轩 对修竹数百 野鸟数千 寄绝枉然 思久之 南轩 仙君 明之曰 来风 折也 第三首 写 苏东坡 被贬折到海南岛 梦见自己 还是个孩子 贪玩 没有好好读 父亲交代的书 心中 非常的紧张 夜梦 并饮 七月十三日 至丹州十余日矣 淡然无一事 学道未至 尽其深仇 夜梦如此 不免以书自宜 夜梦 虚游童子如 副诗 简则 经走书 季宫 当毕 春秋雨 今乃 粗集 还装出 达然 寄物 心不书 起坐 有如 挂钩鱼 我生 分分 应百元 气故 多喜 读此篇 气书 世君四十年 世不顾留 书绕缠 自事如雨 秋熟弦 亦为三绝 秋油然 如我当以 西阁边 我是伊若芬 陪你来读 苏东坡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